各位午安 欢迎搭乘凤凰五间专列 我是黄成子 大家午安 我是王峰 今天的五间焦点 我们关注香港的疫情 有消息指出 香港今天新增了超过380宗的确诊个案 初步阳性个案暂时有400宗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志月娥 在今天上午举行政会议之前就召开了记者会 形容昨天超过600宗确诊的数字 让人惊心动魄 是 他也强调 目前动态清零还是最适合香港的方法 他也表示中央对香港疫情表达了关切和问候 表明可以随时提供支援 香港周一新增超过600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召开行政会议前召开记者会 形容有关数字惊心动魄 他说目前香港长者疫苗接种率不高 强调特区政府坚守动态清零理念 认为这最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有人说动态清零是涉及庞大的经济代价 和社会的代价 但是我想在这里说 人命 健康 和香港的医疗系统不致崩溃 更加符合香港的公众利益 有人说动态清零是不可以持续的 但是现在的坚持 就是正正希望用好这段时间 来提升疫苗接种率 避免我出现我刚才说 那种对于医疗系统 带来没有办法可以负荷的压力 和严重的冲击 他在回答本台记者 有关全民检测的提问时重申 特区政府能力并非无限 目前围风抢检的行动 能有效避免病毒传播 现在社区有这么多条隐形的传播链 但是政府都是坚持不推 对于全民检测是否因为检测能力不足够 任何政府的能力 包括检测的能力 治疗的能力 隔离的能力 不是无限的 所以为了达致抗疫的最佳效益 是需要聚焦 去用这些能力 不是将这些能力 是随意地分散了 而从而得不到一个效果 林郑月娥也表示 中央对香港疫情表示关切和问候 国务院港澳办也都跟我联络了 传达了中央对于香港 现在疫情的关切和问候 也都传达了给特区政府的鼓励和支持 要我们增强信心 牢控这个疫情 中央随时会按照特区的需要提供支援 林郑月娥表示 和广东省政府有直接方法沟通 相信数批实验室人员已由内地来到香港 对于下个月将举行的特首选举 林郑月娥表示 本次选举规模较小 防控难度较低 暂时不会受到疫情影响 凤凰卫视 崔可君 香港报道 在香港需要被围风抢检的楼宇越来越多 其中深水部傅昌村傅月楼 无水样本近日对新冠病毒检测成阳性 昨天晚上被围风抢检 当局在今天宣布 围风行动当中发现了傅月楼 有22宗的初步阳性个案 将围风行动延长一天 特区政府表示 傅月楼情况令人担忧 具有极高的感染风险 受检人士需要按工作人员的指示 在自己的除所等候 以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而特区政府会为行动有困难的人士 安排上门采样 到所有受检人士完成检测 以及检测结果大致确定之后 居民才可以离开出所 而此外 需要延长围风的大围美田村美聚楼 在今天早上大约9点解封 美聚楼总共大约4000人接受检测 发现15宗初步阳性个案 大家都已经发现香港的疫情 近日是持续的严峻 那市民对于病毒检测的需求也是激增 那近来在很多检测中心外 常常是大拍长龙 那相关消息呢 我们立刻连线正在深水部 一个临时采样站外采访的记者 陈奇曼 奇曼中午好 奇曼你好 王峰城子中午好 那关于目前香港的疫情 还有检测的情况 你有哪些最新消息告诉我们呢 好的城子 我现在就在香港深水部 丰树街的游乐场里面 这里呢 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流动的采样站了 那么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香港特区政府是发出了一个通告 是宣布呢 有85个地点呢 是被纳入了强制检测的范围 那么深水部区呢 就占了有7个 是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了 那么不少的居民呢 都要接受检测 现场呢 现在可以从我的身后看到啊 我现在是在这个 丰树街的游乐场临时采样站内 那场内呢 已经有至少200人呢 是正在排队 可以形容真的是大排长龙 一点都不为过 而场外呢 至少也还有100个人正在轮候的 那从我们的镜头呢 也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呢 倒也是不用太担心 虽然人好像很多 但是呢 队伍的行进的速度呢 还是比较快的 相信呢 居民们的轮候时间 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那么现在顺着镜头呢 慢慢从我们的左边 可以看到有一排蓝色的帐篷 这些帐篷里面呢 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 是为居民呢 采取他们的一个唾液的样本了 那么其实最近啊 真的是香港的检测压力 正如两位主持人所说啊 是剧增 那么我们呢 也是本地人心惶惶啊 因为呢 疫情呢 是持续的严峻 那而且昨天呢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呢 也是预测 今天可能会有800宗 左右的确诊个案 所以呢 市民们也都是非常紧张 那我们刚刚根据 最新收到的消息呢 今天至少会新增 有380宗的新冠确诊个案 而另外呢 也是有大约400宗的 初步阳性个案 而位于深水部的一个 富昌村的富月楼呢 他昨天晚上也是被围封了 而围封之后呢 也是发现了 大约有22宗的初步阳性个案 那所以原定呢 今天早上是会解封的 但是因为有这个新情况的出现呢 政府呢 也已经是宣布了 要将这个围封延长一天 直到明天早上 大约的10点钟 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呢 现在这个香港的检测压力是剧增 可以怎么样的解决呢 其实特区政府早前也已经宣布了 要重设火眼实验室 那么也是同样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位于马鞍山体育馆的 16个火眼实验室的气仓呢 已经完成了充气 预计是在本月中呢 就可以投入服务呢 那届时呢 将会为香港每日呢 可以多贡献10万的一个检测量 那么到时候呢 香港总计每日的检测量呢 单管的检测量 就可以达到30万次了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的情况 以下再先把时间交换给王峰跟程子 好的 感谢齐曼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也正如刚才齐曼所介绍的 目前香港的检测需求大增 所以特区政府早前就宣布 在马鞍山体育馆重设火眼实验室 以提升每天的病毒检测量 那最新的进度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火眼实验室的16个气膜 就已经完成了充气 接下来就等着这些检测人员到位 还有仪器设置完毕之后 预计呢 本月的15号就可以投入服务了 早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提到要重启的火眼实验室 合作方华大基因旗下华生检测中心 气候晚间展开设置工程 先是清空场地 再以多个大型木箱运送木板 海绵等材料铺设保护层 6小时之后 16个气膜实验室完成充气程序 再陆续运送100台机器进场 进行运作测试 凌晨到场视察的 华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预计 火眼实验室在本月15号就可以启动 之后可以极大的提高检测数量 胡定旭透露 这16个气膜就是2020年香港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时 于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所使用的第一代气膜实验室 不过这一次仪器方面就更新更加自动化 胡定旭表示香港疫情空前严峻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同心协力一起为抗疫处理 我们今次就已用尽我们所有的资源 包括我们要启动这16个气膜实验室 这个火眼实验室 大概都需要三四百人 我们已经在自己内部调聘 招聘 还有在我们的深圳公司分排的人过来 希望能够大家尽心合力将这件事做好 也多检测 正如今天两万年所说 这个动态清零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身后就是搭建火眼实验室的 马山体育馆的场馆 火眼实验室的16个气膜刚刚完成将近6个小时的吹气 目前场馆处于关闭的状态 那其实吹气只是第一步 稍后还将会安装电力系统 保护层等设备 预计最快会在本月的15号 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正式的重启 但安装好的火眼实验室 必须要符合第二级生物安全等级 每天是可以做到10万个单管检测量 那建设全港的检测量 也将随之提高到每天30万个 那这一个检测量 实际上是和2020年8月 设计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 火眼实验室的规模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不排除未来随着内地专家来港支援 或是采用混检的方式 再扩大检测的规模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指 从广东省委派的检测人员 已经在农历新年之前抵港 胡定旭就表示 目前抵港人员属于 华大内部人员聘请和调配 不过他以上一次国家队 援助火眼实验室为例 当特区政府提出要求 中央会随时派出国家队来帮手 凤凰卫视秦月香港报道 好 下期回来还要带您关注到的是 美国宣布批准对台湾 出售爱国者系统工程勤务计划 美国坠海战机新视频曝光 专家认为可能是人为失误导致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 美国商务部在7号 再把33个中国企业 列入未经核实清单 限制美国企业 向有关公司出口产品 当中大部分都是电子公司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当天发表声明宣布 将33个总部在中国的实体 列入所谓未经核实名单 当中多为电子公司 也有光学公司 蜂窝伦叶片公司 以及大学的国家实验室 还有其他的公司 声明就指出 此举有助于企业进行 禁止审查和评估交易风险 比如美企向名单当中的实体 出口物品需要先经商务部审批 而至今列入此清单的实体 增加到了175间 除了中国企业之外 也包括了俄罗斯和阿联酋的企业 中国外交部在此前就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 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行径 中方也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一如既往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 正当合法权益 美国五角大楼在7号宣布 批准对台湾出售价值1亿美元 为期5年的爱国者系统工程 勤务计划 这也是拜登去年1月份上任之后 第二次对台军售 五角大楼下属的 防务安全合作局网站 所刊登的新闻稿表示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这项军售 并知会了国会 那这项军售包括工程服务支援 以维持改善爱国者导弹系统 声称这将会支持所谓台军的 现代化和维持可靠的防御能力 就美国此前对台军售 中国国防部曾表示 美方行径 罔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危害台海地区安全稳定 再来关注到美国海军航母 卡尔文森号一架舰载F-35C战机 上个月在南海实施坠海 网上再有视频曝光 披露了更多的细节 有专家就认为 事件很有可能使人为出错造成 据报视频来自卡尔文森号的飞行员 着陆辅助摄像机拍摄 可以看到战机飞向甲板的下降速度 异乎寻常 还传出舰上人员要求飞行员 立即终止着陆和尖叫声 战机之后失控撞上甲板 视频又显示航母舰岛上的另一个视角 战机撞上甲板开始侧滑 机身冒出火焰直冲到甲板边缘 堕入海中 甲板上的工作人员随即喷水灭火 防止其他战机被波及 据报视频的细节 与美军公开的信息一致 因此可信性很高 有专家表示 战机在着陆时角度太低 事故很大机会是人为出错 而不是战机故障所导致 又只舰上人员在着陆前三秒 才发出警告 也可能在管理流程上存在问题 美军早前确认 卡尔文森号一架舰载F-35C战机 上月24号执行常规任务时 发生着陆事故 堕落南海 一名飞行员和六名船员受伤 美军表示 卡尔文森号只是表面损坏 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运作 打捞舵海战机的工作 也正在进行当中 凤红卫视增后报导 换一个焦点 再来关注到俄乌局势 还是持续紧张 多方也在进行斡旋 美国总统拜登在7号 在白宫与到访的德国总理 舒尔茨会谈 讨论乌克兰局势 拜登就表示 说美国和德国 在应对俄罗斯的侵略问题上 步调是一致的 而舒尔茨就表明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将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另一方面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今天也会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7号到访了莫斯科 和国总统普京 面对面会谈之后 周二又专往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继续他的乌克兰局势 斡旋之旅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德国总理访美的一个细节 拜登会见了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 就聚焦乌克兰危机 两位领导人在联合记者会上 就强调说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致 但是外界对于美德两国 其实在北溪二号管道项目上立场是存在疑问的 拜登当天在白宫团形办公室 会见了德国总理舒尔茨 舒尔茨承诺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将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拜登强调 美德在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议题上的立场 都保持步调一致 两位领导人都表示 目前仍在争取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 拜登表示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将不会向前推进 苏尔茨承诺避免直接谈刺 舒尔茨则避免直接谈及北溪二号项目 只是强调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西方将迅速果断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 舒尔茨本周在与拜登 欧盟官员和波罗地海国家元首会晤后 将于下周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 德国已将北溪二号管道的批准 至少推迟到2022年下半年 并一直拒绝取消项目 但表示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除了德国总理之外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积极握选 马克龙7号到访了莫斯科和俄总统普京 就俄乌危机进行了面对面的磋商 马克龙希望通过这次会谈 能够缓和当前紧张的局势 马克龙在会谈中明确表示 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成为俄乌之间 紧张局势降温的开始 同时他还希望就诺曼底模式 白俄罗斯地区安全局势等议题 同普京做深入的探讨 马克龙还强调 在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 建立一个有效的共识至关重要 因为它可以避免战争的爆发 并为所有人建立信心 稳定性和可见性 而普京也积极肯定了马克龙 在处理俄乌危机和确保欧洲地区和平安全 所付出的努力 根据计划 马克龙将于8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 继续就楼乌危机展开斡旋 富豪卫视 金亮巴黎报道 访问莫斯科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就表示 欧洲大陆的稳定局面恶化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法国希望推动 打破因为乌克兰造成的东西僵局 为紧张局势降级 马克龙指出 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必须快速采取行动 来避免局势升级 任意紧张的局势增加了欧洲大陆力量平衡和稳定 严重恶化的风险 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因为失序和不稳定 既不符合欧洲人的利益 也不符合俄罗斯人的利益 而饱受疫情 经济和社会局势困扰的欧洲人民 渴望和平与安定 马克龙说会谈当中 法俄两国相向汇集 浮现出了一系列的点子 他也强调建设与团结符合大家的基本原则 为欧盟成员国 乃至诸如乌克兰 格鲁吉亚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地区国家 巩固安全保障 正是大家必须要应对的挑战 而七年前 法国曾经帮助达成明斯克协议 结束了在乌东地区的战乱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在7号表示 北约正在寻求要增加在东欧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军事力量 以防止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进行军事演习之后 把部队留在白俄罗斯 HERE we're talking about more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troops now that are being built up not only the fighting forces but also more and more the forces that need that is necessary to support those forces so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hospitals and other things that are necessary if you're really considering an invasion you actually need more than the fighting forces 我们现在看到更多的地方 在美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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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所以这在自然间非常关心 鲍尔在立陶宛维尔纽斯记者会上说 俄罗斯有足够的实力在本月底入侵乌克兰 而北约正在评估局势研究在哪些地方持续的派兵 但他也强调 这一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俄罗斯 是否会在与白俄罗斯的演习之后 把部队留在白俄罗斯 而俄罗斯早前否认有意入侵乌克兰 但是要求北约要承诺永远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再来关注到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六次会议 6号到7号在问售台议事堂举行 会议审核了内阁工作 经济预算和海外侨胞权益拥护法等议案 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没有出席 会议审核通过了内阁工作报告和国家预算报告 分析指出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执行第一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 根据报告朝鲜圆满完成去年经济建设 但增幅极小 财政项高正范报告称 今年国家预算支出将较去年增长1.1% 对经济建设投资较去年增长2% 内阁总理金德勋强调 内阁要为执行五年计划提供可靠保障 坚持冶化学工业先行原则 保障国家全盘经济发展 根据2016年6月修改补充后的朝鲜宪法 最高人民会议是朝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行使立法权 每届任期五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此次没有参会 金正恩虽然不是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 但曾以施政眼说的形式在最高人民会议上释放信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伊朗核问题 中国国委员将外长王毅 7号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通了电话 商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的谈判进展 王毅表示中方赞赏一方坚持通过谈判 来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原则立场 也支持一方在谈判当中所提出的合理诉求 总的来看谈判正在朝着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向 迈出积极的步伐 相信伊朗的政党权益会得到各方面充分的重视 中方愿同有关各方一起 为推动伊核全面协议早日恢复履约 继续做出建设性的努力 阿卜杜拉西洋表示 一方坚定致力于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 同时也有效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 任何协议的达成都需要通过协商和谈判 而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 最终的文案应该是共同磋商的一个结果 修会议州的第八轮伊核协议谈判 今天将在维也纳恢复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 在7号就强调 美国必须就解除制裁等问题 做出政治决定 哈提普扎德当天在美洲 例行新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伊核谈判已经在多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但在制裁解除等问题上仍悬而未决 他说解除制裁是伊朗的红线 何谈是否能达成协议 要取决于美国 是否能真正回应伊朗的合理要求 在维也纳的伊核谈判 1月28号暂时修会 各国代表返回本国 汇报和谈进展 现在陆续返回维也纳 对此哈提普扎德顿促美国 必须做出一个政治决定 哈提普扎德说 以色列等国千方百计 如指大政和协议 但他们的企图必将失败 美国政府四号宣布 将解除对伊朗民用核项目的制裁 对此伊朗外交部回应 表示欢迎 但批评美国的做法力度不够 防卫视 郑开里努森 德赫兰报道 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新闻 焦点包括受到疫情爆发影响 香港的PMI 时隔11个月 重返收缩区间 而国家发个委表示 内地的猪粮比价 进入到过度下跌的二级预警 好 欢迎回来 我们进入到五间财经 亚太区股市 在今天是个别发展 日本股市的升幅 在午后已经收窄到了不到0.3% 那韩国股市则是升了0.8% 台湾股市也是升了接近0.7% 另外一方面 由于美国商务部将33间中国企业 纳入未经核实实体名单 拖累了互生港股纷纷走弱 深圳创业板指更是大跌了超过4.2% 进入到技术调整区 我们接下来看 户指在中午报是3398点 下跌了30点 跌幅有0.9% 半日成交2297亿元人民币 深城指在中午报13083点 下跌372点 跌幅是2.77% 半日成交3099亿元人民币 而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低开31点 随后跌幅扩大 耀明生物被美国列入名单 公司盘中停牌 停牌前的股价最多重挫了三成二 恒指在中午报24202点 下跌377点 跌幅是1.54% 半日成交724亿元 中国国家发贵委表示 内地的猪粮比价进入到过度下跌的二级预警期间 发贵委的官方微信发文指根据监测 1月24号到28号这周 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为5.57比1 这也是连续第三个星期处于5比1到6比1之间 进入到了保稳供稳价工作预言当中所设定的 过度下跌二级预警的区间 那发贵委将会和有关部门 视乎情况启动猪肉储备收储工作 而国家统计局早前所发布的数据显示 随着生猪产能的扩大 猪肉价格由2020年上涨49.7% 转到2021年下降30.3% 并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下降了大约0.7个百分点 香港方面由于受到第五波疫情爆发的影响 营商环境转叉 并且在维持11个月的扩张周期之后 再度坠入了收缩区局 变种奥密克戎新冠病毒突破防线 香港第五波疫情迅速升温 并拖累香港私营经济景气转叉 由IHS马基特发布香港采购经理指数PMI 在1月份爆48.9 比去年12月下跌1.9个百分点 也是去年1月以来再次跌至收缩区域 企业的订单量与产量转势下滑 包括内地在内的出口订单量同样大幅急跌 分析师指出 由于订单与业务量同时缩减 企业减低采购量 并且积极清减库存 导致1月的库存水平下降 另外 由于抗疫措施收紧 以至航班减少 供应链持续出现瓶颈 交货时间进一步拖长 但有客户在疫情期间取消订单 使得未完成工作量减少 价格方面 整体投入价格升幅按月放缓 就业也逆势微生 至于企业的经营情绪 也在疫情上升之阴霾下转趋悲观 企业信心跌至一年新低 分析认为 如果第五波疫情受控 香港经济渴望出现转机 预料全年经济增长 可达到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期回来 对您关注北京冬奥会的最新赛况 我们稍后见 一会见 来关注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 在今天上午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女子大跳台决赛当中 18岁的中国选手 谷爱玲摘得了金牌 是 这是谷爱玲 她自己获得的 首个个人的冬奥会的奖牌 也是中国本届冬奥的 第三枚金牌 那国家体育总局 冬运中心也发现祝贺 谷爱玲凭借着 第一跳93.75分 和第三跳94.50分 两跳最佳得分 188.25分摘得金牌 那谷爱玲在这个项目上 其实只练习了一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对自己的挑战 以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难度 进行了完美的一跳 逆袭夺金 和她同场竞技的 还包括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最终 法国的乐德和瑞士的格雷莫德 分别摘得了银牌和铜牌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谷爱玲不负众望 摘得了金牌 而如此受欢迎的她 生活当中又是一个怎样的女孩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冬奥热浪 今年最火的冬奥国民女神 当属中国滑雪印度园谷爱玲 刚满18岁的谷爱玲 妥妥一枚别人家的孩子 学习优异的她 以接近满分的成绩 考上了斯坦福大学 在学习滑雪的同时 她还是时尚超模 身兼多个世界品牌的代言人 如此多面的人设 不禁让人惊呼 谷爱玲的人生 真像开了怪一样 2019年 中美混血的谷爱玲 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谷爱玲前来报道 在本届冬奥开始前 谷爱玲不仅包揽了 这一届世界杯分赛季 所有分战赛的冠军 还创下了自己的历史最高分 可谓拿奖拿到手软 如此杰出的人生背后 自然也有着 常人无法想象的复苏 2021年的 世界极限运动会上 谷爱玲作为最年轻的选手 收获了两斤一同的好成绩 创造历史 但少有人知道 仅仅一个月前 她右手骨折 且大拇指韧带撕裂 比赛时甚至无法握住手杖 只能空手上阵 但训练的压力和伤病 从未打倒这个 十分岁的小姑娘 我觉得我滑雪 我滑雪不是特别有尖刺的时间 因为滑雪是 本来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件事情 如此优秀又坚强的女孩子 在学场上的 萨爽英姿 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她将代表中国 参加三个自由式滑雪项目 谷爱玲 自由飞 加油 那么另外在昨天赛事当中 在短道速滑 男子一千米当中 任紫薇和李文龙为中国队增添了一金和一银 而在单板滑雪 男子破面障碍技巧当中 年仅17岁的中国小将 苏一鸣就摘得了一枚银牌 这也是中国男子单板滑雪 首枚奖牌 后和匈牙利选手刘少林几乎同时撞线 裁判回看判定刘少林犯规在先 速滑混合团体激励后 三天内拿下的第二金 中国队在单板6分获得 苏一鸣这枚银牌除了为中国单板滑雪创造历史之外 也是第一位在此冬奥项目获得奖牌的亚洲选手 打破了欧美选手的垄断 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北京冬奥会8号第四个比赛日 中国队的谷爱玲 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为中国再拿下一面金牌之后 也令到中国队跃升到了奖牌榜的榜首 目前中国队是以三金两银 升到了奖牌榜的第一位 瑞典以三金排在第二位 俄罗斯奥委会则是以两金三银和两铜排在第三位 至于第四位的荷兰有两金两银一铜 而德国则是以两金一银排在第五位 再来关注到的是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在今天通报 从上周五至今已经发现了有五名内地和香港的跨境火车司机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那么根据通报 五名跨境火车司机分别在2月4号 5号 7号的凌晨 入境深圳或者返回香港之前被验出阳性 其中有四人是经过深圳湾口岸入境 另外有一人是经过稳谨渡口岸入境 深圳市当局也已经将部分个案情况向香港特区政府通报 并且提醒跨境司机要做好自身的防护 严格执行内地疫情防护措施 助劳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 焦点转到台湾 台湾行政院在8号宣布解禁日本福岛核灾区的食品 表示会以科学的证据比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规范 以及为民众健康把关等三项原则和三项配套措施来开放核实 并且声称有助台湾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台湾行政院8号宣布 以三项原则和三项配套措施 开放日本福岛核灾区食品入台 日本东北在2011年3月11号发生地震 引发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辐射外泄 台湾因此暂停福岛及周边地区的食品入台超过10年 但从2016年蔡英文政府执政后 因立场亲日不断传出解禁核实的消息 国民党为此发动反核实公民投票 2018年投票时近800万票民意表达反对核实进口 如今蔡政府执意解禁 声称有助台湾争取加入CPTPP 也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要加入国际经贸体系 要加入高标准的CPTPP 不能自外依人 顾步之风 蔡政府在2021年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入台 当时也宣称有助台美签订贸易协定 但至今没有进展 现在为了开放日本核实 故技重施 再度引发飞翼 凤凰卫视蓝金图王世凯台北报道 台湾的春节廉假结束之后 各行各夜在7号已经正式开工了 但是当天晚上就接连发生了两次地震 各地民众都感受到了明显的摇晃 气象局称在未来一周之内 可能会有李氏4.0级以上的余震 另外在北部的新竹县峨梅乡 日前发生了十多次地震 专家担忧的是 这恐怕会是大地震的前兆 台湾7号晚间 发生理事规模5.5的优感地震 正央位在东部海域 宜兰和花莲有四级震度 台北桃园和新竹也有三级 几乎全台都感受到摇晃 我都想过去扶酒柜这样 扶酒柜哦 后面这个酒柜吗 对对对对 怕它倒下来 对啊 躲在桌子底下 这样子要好 然后接着再看怎样 没事再起来 当天晚上在6点58分发生一起之后 后续还有凉气的余震的产生 后续预估说大概在一个星期左右 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小的余震出来 大概都是差不多四左右的余震 这样子 台湾近期地震频繁 让人忧心的 还有北部新竹县的峨梅乡 4号一天内连续发生十次地震 借在理事规模2.4到3.7之间 都是深度不到十公里的极浅层地震 气象局指出 这个地区在过去三十年地震非常少 这次群震情况相当罕见 研判是断层活动 新城断层如果活动的话 那其实大概规模会到6.7左右 比较近地表的话 那当然造成的危害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可能还要再观察了一个月到两个月 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中央研究院也指出 额梅乡近日地震频繁 很不寻常 可能是大地震的前兆 台湾西部和南部地区也要注意 应及早做好防灾准备 防卫市张绍兵陈建达台北报道 目前春运返程还在持续进行 而中国南方和西北地区东部 在5号出现了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多地的铁路部门都积极草雪除冰 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 而春运返程通常 那么另外中央气氧台预计 也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会持续阴雨雪天气 湖南越阳东站和火车站 启动应急预案 清城组织人员在站台撒盐 防止积雪结冰 在关键通道铺置防滑电 加强现场维护 南昌铁路局为保障出行安全 在部分地区采取列车限速 停运等运输安全措施 并组织售票人员应急备班 及时回应旅客关切 桂林火车站则动员党员 在站台、进出站口、客车进路等进行扫雪除兵 通过抛洒木坑 放置防护警示牌等 防止旅客滑倒 和确保铁路设备安全稳定 由于降雪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目前西安、九江等地铁路部门 均已启动雨雪天气应急预案 确保春运返程安全 陕西安康多个县区迎来雨雪天气 导致210国道石泉段 在6号晚上路面结冰 石泉县公安交警部门 立即实施交通管制措施 协助司机安装防滑链 引导司机缓慢通行 在正平、紫阳、兰高等 低部分道路出现积雪 路面结冰严重 当地交警和公路部门 对主要桥梁、危险路段等 开展除雪消冰工作 抛洒溶雪剂 保障群众出行 安徽7号多地出现强降雪天气 多个市县出现积雪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 暴雪冰冻三级应急响应 其中马鞍山市降雪量较大 17个小时降雪26毫米 达到暴雪级别 交通电力都受到影响 受暴雪影响 更多人选择以高铁出行 马鞍山东站7号 发客量翻倍到9000多人 接近疫情前水平 客流量增加导致车票一票难求 也让部分车次严重晚点 车上加强做好对旅客的安抚和分流工作 包括提供换乘信息 另外 马鞍山市也利用公安的公共视频系统 对桥梁结冰情况进行精准定位 帮助进行扫雪除冰 确保公路和人行道通畅 由于降雪含水量较大 导致树木倒塔 损毁供电系统 影响3万多户人 供电部门连夜抢修 截至8号早上6点 供电已经恢复 桐林长江公路大桥管理处7号 也启动应急预案 应急小组全员出动 铲雪车和扫雪车 在大桥上不断来回扫雪除冰 桐林市内所有高速段 进行一级交通管制 多个收费站到口关闭 在设限部分山区道路通行受阻 部分路段积雪超过10厘米 交通运输工作人员在大雪中 进行缠冰除雪工作 并引导司机安全出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文旅部的数据显示 在虎年春节七天假期当中 内地旅游的出游人数为2.51亿人次 同比减少了2% 但是按照可比口径呢 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的73.9% 另外各大旅游预定平台就显示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 促使了冰雪旅游预定量 同比增幅超过了五成 中国文旅部数据显示 春节七天假期 内地旅游收入为2,891.98亿元 同比减少3.9% 恢复至2019年春节假日 同期的56.3% 在出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双双下降的同时 冰雪油和电竞油却一军吐起 多家旅游预定平台数据显示 冰雪油成为今年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所以白天溜冰滑雪 晚上在这个住酒店泡温泉 成为了今年春节旅游消费的一个大热门 然后截止到这个2月5号 协认平台的这个数据显示 我们春节期间 滑雪主体酒店的预定量 同比增长54% 然后冰雪滑雪景区门票订单 同比增长近四成 在这个就地过年的背景下 电竞 剧本沙 影音等特色酒店 进一步丰富了我们游客的这个住宿体验 春节期间 电竞房的订单量 同比这个上涨超过了八成 此外受各地疫情散发影响 本地酒店订单占比约为六成 而返乡过年订酒店增速 也超过疫情前 平台的这个数据显示 今年本地酒店订单占比约为六成 然后返乡过年 这个订酒店的增速 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春节期间 住宿这个市场 在就地过年跟返乡过年的两种需求交汇下 呈现出稳中有深的局面 旅游大数据还显示 春节期间 主力消费人群也发生了变化 目前主要集中在20到40岁用户 尽管主力客群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但随着消费层级下沉 来自三四五线城市 返乡过节的小镇青年 预定酒店量同比增长13% 较2019年增长34% 凤凰卫视黄南河超上海报道 刚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说香港今天的单日新增确认病例 已经是超过600例 是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护 感谢你单程今天的凤凰五间专列 我们再会 再会 好